各位好 各位好 快过年了 今天12月29号 我是五月三人 吃了吗 西安这边在封城 我估计他们今天是吃不太好了 有些人估计是没什么饭吃了 因为一到 哪怕是社交网络已经被封得如此严重的情况下 各种各样的话题也被封了 但是他依然有一些信息透露出来 说他们那块吃喝什么的都已经很困难了 但是我相信西安政府一定会替你们解决的 我对西安整体的这块这些事情 没有任何的同情之心 为什么 我可能同情个人 因为毕竟西安有很多的人 他们并不坏 但是有很多人 我就没有办法进行同情 四手五入 我就整个人不同情你们了 对吧 为什么是这样 今天很简单 我们在看沥水的时候 对吧 沥水他们被封城 还有其他地方被封城 那来自于西安的很多的网友们 就纷纷的表达了一个意愿 活必安 你有疫情 对吧 什么能有疫情这么重要 你吃顿饭可以 对不对 这个不是瞎说 我原来 我原来在那社交网络上没封的时候 我明显看着 就是很多人 我一看地方西安来的 对吧 我们占比相当不少 得有个百分之一二十了 那这块的你们都已经那个什么了 你们的必须得是这样 你是病死也好 饿死也好 你只要不得新冠而死 这就是件好事 对吧 OK 好 那个宠物呢 宠物被打死 一样 一样 也就是这路子 全是这套 这套会 哪有 疫情是最重的东西 对吧 你吃饭 有什么关系 饿两断死不了 对吧 政府会给你解决的 摸狗有什么好的 对不对 打死了 这有什么关系 他们会传染疾病 传你骂了鼻 然后呢 那这种玩意儿 到今天为止 今天西安的老少爷们们 你们今天被封在里边 然后呢 你上网来抱怨 说这个 说这个什么 我们现在这个 吃不上饭呢 对吧 我们听了这个 政府说的 我们也没存粮食啊 那这我们很 我们很饿呀 不好意思 您至少在我这 您得不到任何同情 我只能给您 又送您那仨子 活壁盖 对吧 你乐意啊 你乐意啊 今天那会儿 你们所对别人 犯下的口业 今天你们就得到了报应 对吧 OK 就这么简单 那你如果 如果今天还有人说 说你有西安 我估计还能有西安的朋友 过来说 说那个 你看美国多少人 一天二十万人 你看哪哪 没问题 没问题 您可以 尽可以在家里这么待着 您让您自己去觉得 是吧 反正怎么死 也不能新冠死 对不对 这是你们 这是国内的一个 已经快成了一个标准了 这挺好 挺好 慢慢待着 慢慢待着 那这点我不同情 第二点我还不同情什么呢 就是说呢 就是好多年轻人 就是没有受过社会毒打 或者我说 你们没受过我党铁拳的毒打 知道为什么吗 就是你没理解 我党说那些话 全他们跟放屁似的 知道吗 他根本不可能让你这个能够说踏踏实实的 把这个在家也跟度假似的 就是只不过是在家里 对吧 跟度假似的把这个事做完 对吧 他当时说 不封城 募资丰富 你不买 你不做采购 对不对 那说了 这个 每两天就解封了 你还是不做采购 对吧 那说 每回有两 每两天可以出一个人去买菜去 你还是没有正儿八经的去大采购 那你不就傻逼了吗 对不对 你但凡40岁以上的人 是吧 那知道我党这尿性的 那能不赶紧把自己的家里给米缸给囤满了吗 这没那么傻的 你知道吧 我们这岁数 王上 我告诉您说吧 我要但凡在国内 我或者说北京那块有什么疫情 他只要一说疫情 我第一个就唰就奔着超市去 先把该买东西都买齐了 真的 为什么 是因为我太多年知道了 我党 我不说了 我党干嘛的吗 我党属于管杀不管埋的路 对吧 他不是说完全不管埋 但是他得先杀完了 杀完以后 有可能他给你撒层薄土 对吧 防止虫尸鼠咬 然后虫尸鼠咬狗袍 大概就是这么个路数 这个东西就牵扯到一个问题 这个东西就牵扯到一个问题 就是很多的那些粉红朋友们 颜色比较嫩的那些朋友们 他们说的一件事就是说 我党这个体制是一特牛逼的体制 为什么 因为它能够瞬息之间调动极大的物资 包括什么这种社会动员能力 这个确实是我必须得承认 但是有一件事 您会发现 就是我党管杀不管埋这路数 它也是因此而来的 为什么呢 是因为你一旦说有巨量的权力 这个权力的几乎是能够不受约束的 在使用的时候 对吧 那你能够杀伐果断 一下就可以 就是说 比如说吧 我们这个西安市委市政府 就是直接就是啪 头目见一弄 叫什么 就是太上老君急疑如律令 封 得 你看就全封了 这个就特牛逼 他觉得这个特牛逼 但是封完以后干什么呢 我们文艺点说 那拉出走之后怎么办呢 对不对 那就出什么问题了 就出了一个特别简单的问题 就是他所有的这个政策的制定的时候 他的弹性不足 他所有的这些政策制定的时候 不是以人为基准点来做事 他以什么呢 他以我政府施政方便 或者我管理方便为基准点 这个就造成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就是重要的结果 就是说你可以 他可以把这个东西顺息之间 整体社会给你封掉 或者是成为一大帮人 哗嘰咐涌过去 把这事给解决了 在某种情况下是可以的 但是但凡他能要长期来进行工作 这种东西是做不到的 而我们人类 其实是他妈一个特脆弱的东西 三天不喝水会死 七天不吃饭会死 就是说等很多的时候 他反应过来的时候 你有可能呢 当然你没死啊 对不对 你想啊 自来水还有呢 西北风也 尤其西安那边 西北风也大 可以喝 挺管宝的 那等你到这个时候 他往往这人呢 就是至少奄奄一息了 这个东西就很有意思 这个就是他们现在 你们所就是很多 这个小粉红朋友们 他们所推崇的 这种极强的社会资源的调集能力 以及极强的社会管理能力 所带来的最重要的后果 这些东西 你今天你不觉得它是如何 你不觉得它是如何 明天你不觉得它是如何 等到真正的时候 你比如说 你不能什么时候 都是战时体制 对吧 我党啊 一直呢 有一个有两个特点 第一呢 他呢 一直没把自己啊 真正作为一个执政党 知道吧 就是他从来都是一个革命党 原来江 老江在的时候啊 我们那个 我们江总书记在的时候啊 他是想把整体的转型成一个服务型的 呃 这个执政型的这个党 他有这个想法 但是一直没成 对吧 我们到今天为止 您看所有的这些东西 他不论是他整体的 他甭提他改革开放这些这些话茬啊 但是他执政的风格 第一个 他是一个还是一个革命党的风格 就是呢 我要革命 我要去把这个东西给推翻 我要去整体的力量 一次一次的运动 来做这个事情 这是一个革命党 所具备的风格 第二个呢 他是他妈到今天为止 还保留着地下党的风格 对吧 您可能不觉得说 卧槽 他妈的 他是光明正大 九千多万的党员 为什么他那个是地下党 对 他所有的这些东西全在 就是真正的决议啊 或者什么这些管理的层面 不透明 他依然是一个地下状态 对吧 他他妈的到今天为止 依然是一个地下党的风格 具有这两种风格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这种事情 就是说 他首先 他一下 他可以有巨大的社会动员力 但是他不在乎这个东西的 这个社会动员力 对社会有没有破坏 他将来这个动员完了 他去做什么 就管啥不管 他怎么去善后 他不管 我先要把这东西先按住 再说 对吧 问题是这东西 它不是应对一个 你比如说你看那个飓风 这种东西 对吧 你这种动员力 那是对的 地震 这种东西 它动员力可能还好一些 但是你作为一个长期的疫情管控 你这样的动员力 你出来以后就会出问题 就是你因为你要后续 有无数的工作在做 那我原来老举的例子说 美军牛逼为什么牛逼 他从每一个叫什么 就是每一个士兵每天要喝多少可乐 来做他的后勤计划 对吧 他一个战争计划里后勤最重要 我们现代战争 其实不光是现代战争 原来战争也是一样 很多时候打的就是后勤 对不对 那他做这种计划来做 他是把每一个人先递了出来 说OK 好 我以他为基准 我们这个政府 因为革命政府 就革命党 他是以一城或整个一地为一个基准点 他把这个东西给递了出来 他怎么去做 我怎么去进行管理 他在这个计划当中是没有人存在的 您可以看他所有的施政 他的计划当中是没有人个体存在的 对吧 如果说这样的话 您自己想想看 他怎么可能完成这最后一公里 对不对 他可以一挥手 太上老军极一如意令 太上习近平极一如意令 封了 对吧 封完以后 他没有任何的计划 没有任何计划 所有东西他觉得 OK 我这有 我调集了这些东西 我已经到了仓库里了 我已经到了超市里了 怎么能到老百姓家里呢 都疯了 对吧 都疯了 你怎么去 怎么去 老百姓不能出来 对吧 那个人送了 也送不进来 那怎么办 这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 他就只能够在后续的这些东西里 逐渐调整 这也是为什么我说 我恭喜大家 但是呢 我不同情 第一 你们他妈原来就是说 去把沥水啊什么 这些其他地方的人 你都已经 你都已经骂过人家了 对吧 那些猫狗们都已经死了 你们还要去 让他再死一遍 OK 那你活该 这是一个 二一个 你饿不死 因为他反应过来的时间 其实还是有一定时间的 就是说 比如说吧 那个三天没水 你会死 对吧 那七天不吃饭 你才会死 我这有自来水啊 对吧 那起码能让你扛个三五天的吧 是不是 然后三五天之后 再慢慢给你解决 或者是投胃一点 先先投胃一点 先让你饿不死 这也可以 我今天看了一份 他那个 呃 什么清单 而且还能借机会赚点钱呢 来 这个一百 一百二十八一份的什么套餐呢 里边有蔬菜什么的 然后我换送一下变成日元的话 我觉得西安这块的物价 大概跟我在京都生活也差不多 那问题是 您就别说我这收入了啊 就是京都这块老百姓 普通老百姓的收入 大概而言也是你西安这块的三到四倍吧 至少 哎 但是呢 人家那个价钱我一看差不多 嗯 你你们现在所享受这些东西 对吧 你可能觉得就是很多人到今天为止 我做这节目的时候 今天留言 下边肯定得有 我到时候一定帮您 如果看见了啊 我一定帮您置个顶 就是说呢 一定会说 拿出美国这儿说 美国一天先到二十万 对吧 那这个日本我现在还真不知道 因为日本几乎就没啥 没啥东西了 对不对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这意义 了解 日本肯定是有人在说 说不检测就没病例 得 您所知道这些东西 这些我都知道 您这些理由我都知道 没问题 没问题 但是呢 吃得上饭 真的吃得上饭 就是怎么死都行 对吧 不能饿死 我们呢 这边呢 大概是这样 或者是说呢 怎么死都行 说呢 但是我要是自由而自由的死 对吧 就是说我 我可以呢 让这些 就是我可以去得病 我可以去 有任何的 出问题的结果 但是我不能够让人去 把我整体的生活给 给这样子给掐死 那这个是我的 是我这块的价值观 那如果您觉得呢 就是说除了 叫什么 除了叫 除了不得心怪而死之外 怎么死都行 那我也没什么可说的 对不对 这是您的价值观 我们就不讨论这问题了 至于说 下一回 说不定我还有一个 还会有机会 继续的 这个觉得您水深火热 您也觉得我水深火热 对吧 咱们互相觉得水深火热 反正我至今没有见到谁 直接一声大喊 对吧 你就 你就直接疯了 这我没见着 我觉得 我觉得这就挺好 是不是 就这么简单 好 希望呢 就是说 下面留言的朋友们 你们可以 就是畅所欲言 畅所欲言 比如说像什么 美国20万 美国每天20万 难道生命不重要吗 行 这个我一定帮您置顶 我就特仙 特喜欢看这张留言 然后能够特别开心的 在不远的将来 还能看到您在网上 为自己生活哀嚎的身影 好 谢谢各位